女孩准备将这条鲸鱼放生 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一样离于月龙门 但就在这时尴尬的一幕来了 一条条死鱼从他面前飘过 好像在说别做梦了 洗洗睡吧 女孩又惊又气 他起身看向不远处的排污管道 直觉告诉他这件事和他有关 女孩叫紫英 是三镇电子厂的一名不起眼的小员工 他立马写了一份污水调查报告 然后委托代理交给了科长 科长很重视 他带着调查小组火速前往排污地取样 结果除了减除少量本分 紫英他们带着宣传单挨家挨户的解释 说由于一些不可控因素 工厂排发了一点点的污水 但请他们放心 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还有未表歉意 三镇电子会给大家一定的赔偿 于是在金钱的诱惑下 村民们纷纷签下了和解书 然而当走访到最后一户村民时 地上的烂苹果和村民脖子上的红疹 开始让紫英感到不安 他找到自己的闺蜜 眼镜妹和大波浪说 既然检测结果没问题 那么工厂为什么要签赔偿协议呢 眼镜妹是个数学天才 他让紫英将检测报告拿出来 上面写着 每身河水的本分含量为1.98毫克 并没有超过上限值3毫克 可眼镜妹一眼看出不对 根据排污口的直径和排污的时间 粗略估计 每身河水的本分含量应该在30毫克才对 于是他们立马给这家检测机构打出了电话 结果吓了一跳 这家公司根本不是什么检测机构 而是一个玉米农场 就在三人有点不知所措时 一位知情人告诉他们 真正的检测机构其实是附近的一所大学 于是紫英立马拿着名片找到了检测员 告诉他自己来自三镇总部 希望再要一份上次的水质报告 对方很疑惑 前几天不是让销毁的吗 怎么现在又要用了 然后便要拿起电话确认 紫英吓了一跳 紫英抢过名片跑了 可没跑多远 他又想到了那些饱受毒害的村民 于是他重新返回了实验室 告诉研究员这东西人命关天 研究员有所触动 真的给了他一份 紫英将报告拿给闺蜜一起看 三人惊呆了 美神河水中本分的含量为488毫克 为最大排放值的160倍 究竟是谁在拿生命开玩笑 紫英三人决定暗中查明真相 眼见被救度一块几步 他轻而易举的拿到了公司的财务支出名细 几人看完后很费解 三镇总部每年都向这座工厂 支付了325万美元的污水处理费 那么这些钱去哪里了呢 他们怀疑是刚调来的无常物搞的鬼 紫英提议可以将这份水质报告放到无常物的桌子上 看看他什么反应 果树溃烂 村民脸上出现红疹 紫英三人决定查出背后特排污水的真凶 他们悄悄将这份真实实验数据的水质报告 放到了吴厂长的桌子上 想要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结果吴厂长很激动 他当着众人的面质问部长 工厂有问题 为什么不早点汇报 说完就要拿起球棒打他 幸亏这时公司大股东朴比利出现 才阻止了这场闹剧 然而事后紫英三人总觉得事情怪怪的 难道污水这事不是吴厂长干的 而是部长 为了查明真相 眼镜妹称吴厂长喝醉后偷偷潜入了他的酒店 结果无意中听到了一个秘密 原来夏令排放污水的人的确是他 但夏令数据造假的却不是 而是刚刚退休的 眼镜妹非常敬重的会计部部长 出于私心 眼镜妹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紫英和大波浪 而是独自去拜访了部长 另一边 紫英和小代理被派去外勤 原来附近村子一位孕妇孕解时 尿液中检测出了本分 这足以说明危害的严重程度 紫英看着孕妇那摄人性摸的眼神 再也忍不住了 她独自在村子里游荡 她看到了皮肤溃烂的狗 不停挠痒的妇人 还有不停流鼻血的孩子 回去路上 紫英告诉代理她一定要查明真相 也许是心里不安 代理告诉了她一个秘密 数据是部长安排她销毁的 还有工厂每到下雨就会往河里排放污水 现在还是这样做的 这天大雨过后 村民闻到下水道传来恶臭 事情再也瞒不住了 新闻也随后曝光 部长立马召开紧急会议 让大家面对媒体采访时 尽可能的说不知道 还说村民的怒气是暂时的 她让科长带头跪在厂门口 给愤怒的村民扔臭鸡蛋 眼看事情就要不了了之 紫英三人找到了一名律师 律师说 村民们都已经签过调解书了 已经无法挽回了 紫英听完更愧疚了 谅解书是她让村民签的 这时律师又说出了另一种可能 就是如果能够证实 三镇集团知道污水超标的事实 却有组织的进行掩盖的话 事情还有挽回的一丝可能 于是紫英和大暴浪重新振作起来 跟踪生产部长 结果惊讶地发现 生产部长只是一条走狗 她暗中和大股东勾结 原来大股东那天吃的无厂掌 是在帮部长解围 紫英二人感到很绝望 就在这时 眼睛没跑了过来 说会计部老部长 推就前帮生产部部长统计过赔偿金 对方给的资料中 不小心加了一张计算本分排放的草稿纸 这说明生产部长和社长 早就知道工厂非法排放本分的事情 紫英三人将此事汇报给了吴厂长 告诉他能救公司的人救他了 吴厂长带他们去了社长的办公室 在社长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个保险柜 大波浪将透明膜盖在键盘上 得到了四个数字 眼睛没将四个数字排列组合 得到了所有可能的密码 依次尝试后 成功打开了保险柜 里面是朴比利犯罪的证据 原来朴比利是一个商业间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韩国 大量外资涌入 他们干起了吞并的勾当 他先是买通生产部长 纵容酗酒无能的吴厂长 善离职守 为的就是让三政集团出现各种问题 到时候股价下跌 国际资本就可以趁机完成收购 实现吞并 紫英三人对污染事件的揭发 无意中加快了社长的计划 一旦三政集团被收购 集团将会裁员60% 察觉到事情的严重后 紫英直接将此事汇报给了会长 会长很愤怒 当初让朴比利当社长 就是为了让公司与国际化接轨 摆脱家族产业的诟病 没想到到出来却是引狼入室 会长告诉朴比利他被解雇了 朴比利却说已经晚了 他已经完成了公司股份的重组 现在占股比例31% 为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享有绝对的说话权 脸看大家即将被裁员 会长此事也是无能为力 这时紫英站了出来 既然是股份公司 那就是谁股份大 谁有绝对的说话权 他和股民们说明利益后 让大家联合起来阻止收购 最终以0.1%的微弱优势 抢回了公司的说话权 吴厂长朴比利等6名高管 涉嫌违反皇宝法被抓捕 会长道歉 并给村民们发放了1亿3000万的赔偿 紫英 眼睛妹 大波浪 最终顺利晋升为代理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寒冬里的一股暖流 有种让人积极向上的感觉 与今年的超丧流行词 打工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有电影本来就是一个喜剧 看着舒服就行 没必要那么较真 最后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收获满满如愿以偿 我是RT 感谢关注